英文要好 意思多一定要好 像那个Avalanche Avalanche一般是叫 雪崩比较多 山崩 雪崩山崩这些 所以这些 垮下来的 像雪崩山崩是Avalanche 像是什么土石流 土石流 什么什么流的是Slight Motherslight 土石流 这两个 雪崩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所以我也是要有一致 多磁性的观念 可是 有的时候用在 像这样的意思 一般人就不懂了 就觉得它是雪崩山崩 比如说 Avalanche leaders came into my office yesterday 不是我办公室昨天有雪崩 而是我大批的信件 有像雪崩山崩一样的 涌到我的办公室 所以办公室受到很多海量的信 这大批泳制 所以很多字 跟你想象的意思不一样 但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它是可以逻辑推敲 就是它隐身 衍生出来的 从雪崩山崩 衍生出来 变成大批勇志 也可以当名词 到动词 包括大批的人 大批的信件 等等等等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逻辑推敲不出来 可能有一些它特殊的时空背景 像Doctor是医生 可是它动词可以篡改 没有经过这样统一篡改 医生跟篡改的意思差太多了 像Avenue 一般我们这样街道 纽约市 大苹果市 第五大街 有很多精品店 什么客居院 很有名 所以到纽约一定要去 到此一游 大的街 然后它又引申出来 通道 通道Avenue 什么通道 或者一个什么方法 通道 就延伸出来 然后像Babel 这个字你看 也是 意思也是差蛮多的 就小孩它的动词 Babel Babel 这个字 它是蝴蝶音 Babel 不要念成Babel Babel 就是婴儿 婴儿 鸭鸭血语 这个七八个月一岁 这样 鸭鸭血语 婴儿 这三个都有 现在 这三个都差不多 所以一直多应有的时候 是有其中 第一个意思 主要的意思 是用最多 可能就超过五成 一次类推 那有些是不一样 有些用的 用的蛮平均的 所以有机会 你如果 学生 不懂的字 查这英文字典 字典 它都是有学问的 就是 它有时候 比如说五个意思 六个意思 它按顺序排 第一个意思 就是用最多 一次类推 所以字典里面 有很多东西 它有一个方块 上面写一个拉 就表示它这个字 是从拉丁文过来 从一个西 希腊文过来 等等它很多 然后那个字 一个字 它那个字 某中间 可能有若干个圆点 圆点 好无聊 这么一个字 拆成好几部分 从圆点 它就表示它是阴解字 哪里 一个母 一个阴解 所以拜托另外一个 就喋喋不休 是画老 像我一样 画老 我平常不在讲话 可是 聊天的时候 是思路一大 脑洞一开以后 画得多 喋喋不休 画老 你可以是像水 水的声音 潺潺溪流 水流 潺潺的声音 看 这三个意思 不太一样 像bag 这个字也是好麻烦 你看 我这边整理出15个 真的要整理出来 20个都有 所以我这边列出来的意思 不是说百分之百 它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是大概一般用得到范围 在我英文也就那么多年 看得到的范围 有些意思真的连我都看不到 都没看过 太冷屁了 像名词 它可以当名词 可以当动词 可以当形容词 可以当副词 所以这个只有四个词性 我看到最多的一个只有六个词性 像名词的话有背部 后面 就是人体的 人体的正面 背面 所以中国是 正面是阴 背面是阳 左边阴 右边阳 前后左右 上下 下面是阴 上面是阳 也可以当后面 就不一定是人体 就发生什么东西的后面 也可以当椅背 也可以当那个书 你看一本书 我看不到它的最尾巴的地方 反正大概就是后面的意思 尾端 后面的意思 也可以当动词 动词back 这个是蝴蝶音back 不要念bake 就支持 我支持你 我帮助你 我援助你 也可以当倒退 支持援助 跟倒退的意思 没什么关系 加上趁你back 这个比较少见一点 就是把你的衣服不够厚 冬天就加个趁你 加上表被也会晃 花是芝麻很薄 不好保持 也不好挂 就到这个店里面 表花店里面去 后面加一个厚纸 后面最后有的时候 再加一个木框 或者正面加一个玻璃 所以故宫博物院里面就是表被好了 所以它四部分 原始的就是一幅花 纸 加一个表被 加一个厚纸 第三个加一个木框 第四个加一个玻璃 这样子 最完整 然后back也可以当背书 指标上背书 接着背书转让 背书 也可以当形容词 形容词这个也蛮特殊的back 本来是后面的 并是过时的 过期的 也可以过期 没有付钱的 比如说 I have three months of back rent 就是我有三个月的没有 我欠缴房租三个月的意思 back rent back money 就是该缴没有缴的 没有缴钱的意思 back 也可以当偏僻的 住在穷乡屁的 这个字 也见得到 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也可以当复词 也可以当复词 就在原处 回到原处 back back to 1970 回到1970代 从前 也可以向后 向后 这个时候back 跟backward 意思差不多 backward 跟backward 是一样的意思 有没有加S 意思都一样 到复词 像backward 一般是脊椎骨 所以英文很多字叫复合字 有些人就学英文方法比较差一点 就是 oh,backward 我是叫你这个字 脊椎骨 B-A-C-K-B-O-A-E 八个字母 就这样去背 那方法对你说 这个也很好背 後面的骨头 他根本也不要背了 后面的这个我会 骨头我会 backward 连起来 这样学英文技 应用就比较快 然后本来是脊椎骨 当然隐身 变成片骨气 我这个很有骨气 我这个很有骨气 所以我也是很有骨气的人 有的人就没有骨气 我为诺诺 然后另外又也是中间分子 就是骨干分子 重要的分子 backward 你看它有形容词跟腹词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 那形容词怎么那么得 腹词怎么那么低 像后面的 或者发展落后 比如说我们的社区 发展落后 穷乡壁 然后直直直直 就比较笨 反应比较慢 有人没办法天生 反应就比较慢 后知后觉 有迟疑的 迟疑的倒不是笨 而是他觉得这个事情 有点复杂 一下想不清楚 人该败过自己的意思 前面这两个 比较简单 一般可能知道 尤其第一个 第三个 直直 迟钝 迟疑的 这一般人都不知道 碰到外国人写文章 他用这两个意思 就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 就卡住了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我的英文单身是很多 而不是看外国人文章说 有看没有懂 也没有什么单子 可是整个看起来就不顺 一大半年 也就出到一字多语 他父子向后面的 还有顺序向反的 这一级交阵 这一级交阵 感谢观看